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有人说,如果你在地狱生活过,一旦有机会离开,你就不想再回到地狱 也有不少人用这句说话来形容中国人,说他们生活在场内 一旦感受过场外面的美好,就不会再回到地狱 今天的嘉宾将会分享一下他离开过场内,又急不及待回到场内的亲身经历 带他回来的不是一伙小粉红的盲目爱国心 相反,他还看到一些内地社会的弊病,他更会毫不忌諱地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所以,记得要听到最尾,留言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还有,由于嘉宾的语速较快,以下的内容放慢了20%,请留意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和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但请你注意言辞,面积不雅 这样开始之前提提你,记得按下各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去回我的网站《Chungstock Call》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去片!你好! 你好,因为我之前有在关注你的节目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参与到直播当中 因为我是东北人,然后我是离那个粤语区很远,所以我是听不懂粤语的,我也没办法说 所以我只能看字幕,那你直播没有字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看得懂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怎么称呼你啊? 你叫我小熊就可以 小熊啊?是熊猫的熊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小熊 小熊你好 你好你好 小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我是女生,只是我声音有点粗 没事没事 好,小熊你今天大概会讲一些什么内容 因为我前些天有看你发一个视频大概讲说那个VPN就是翻墙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您的观众大概很多都是在就是香港地区啊或者澳门地区 他可能对这个为什么大陆要建墙 他觉得这个建墙这件事是不是一个很中建的行为 我想给一个内陆人,然后我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也许可以帮助一些人去理解这件事情 你可以讲慢一点点,因为我是能听到的 但是他们可能会听的比较慢一点,讲慢一点会好一点 是这样,那我就是想讲一下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建这个墙 为什么要那么做 第一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早期的时候大概互联网可能还没有兴盛的时候啊 大陆是可以上Google的 嗯,我知道 嗯,我知道,我知道 嗯,对,对 以前还有脸书啦 都可以上 对,都可以,还有Instagram都可以上 嗯,然后Google是怎么退出大陆的呢 是因为他不愿意遵守大陆的法律法规 他不愿意接受监督 所以说他自己退出的,不是我们把他赶出去的 是他自己不愿意在这呆呆 这件事情呢,那你可能讲说 啊,那你们是不是要控制这个Google还是怎么样 那我想举个例子啊,这个Google在泰国 泰国会要求Google遵守他们的法律 比如说呢,你不能让人在网上骂这个泰国的国王嘛 嗯嗯嗯,你这种东西 那你怎么在泰国就可以 在我们这就不可以呢,对不对 对 那你到达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个国家 你不愿意遵守我们的监督 也不愿意遵循我们的法律,对不对 那你这个东西是个说不出的,对吧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个人 我有去澳大利亚留过学 我有在外面待过两年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但我在之前就有Twitter啊,这些东西 这些账号我是都有的 嗯,等于说我之前一直有接触这些 然后你要知道我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只要我登陆Twitter 嗯,一定给我推反华的东西 就是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你去看这个东西 哎,那个中国领导人又怎么怎么样了 就是他一定要去讲你不好的东西 但是你不好的东西是真是假 他不去讲,反正他就说你不好 我还要再往前延伸 就是说中国政府第一呢,你在网上 如果说我们全面接受的话 就是说你们这些东西都可以寄来 那就是说在中国刚开始互联网开始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是很穷的 我们是很穷 嗯,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全盘接受 那我们会面临的是什么呢 中国这些互联网企业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因为他是相当于说 你以前一直在用收音机 现在我卖你彩电 你还会去想我怎么去发明彩电吗 你不会想了,因为人家就卖你了 你活不下来的,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如果说五年前讲 都可能你们有些人都不会信 那我们讲说俄乌战争 就是说俄罗斯被美国制裁 最开始的时候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解说 他们那个制裁开始的时候 就很多人连那个地铁都进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用的是Apple Pay 对,他们用Apple Pay 然后我Google我不让你上了 你那个Google mail你用不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什么东西我都不让你用 因为你什么东西用的都是我的 我想要制裁你 我全都不让你用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 你要知道中国在国际这个地区 就是基本上是非常孤独的 就是所有人都不认同你 那他想制裁你的太容易了 只要让你的老百姓全部接受我这一套 你们用的东西都是我的这个软件 什么东西都用我们的 之后呢 你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发展不起来 OK,等我要想跟你打仗的时候 我说世界我不需要打 你不直接把你这些东西关掉 你们什么都用不了 你自己想象老百姓怎么活呢 我们沟通 我们现在用微信 如果我们不用微信呢 如果我们用WhatsApp呢 我不让你用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沟通 对不对 如果我不让你用Google 我们现在有百度吗 那你不用百度 我问你老百姓你上网想做东西 用什么搜呢 如果说我不让你用YouTube 我们现在有B站 我们有什么YouTube 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网站 如果你们什么都没有 你用什么呢 你什么都用不了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 老百姓因为他自身的不方便 他就会去烦你的政府 他就会觉得怎么这样 他自己就跪下了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说 外国所有的软件 就各种类型的软件 我们都有和它几乎是功能一样的 这样的软件 我们都可以替代 我们根本不怕任何国家制裁我们 比如说我们支付 我们有支付宝 我们有微信支付 我不需要用你Apple Pay 对不对 你那个YouTube 我们有别的 我们什么都有替代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因为把你们封进来 我们才能借一起自己的东西 那我想请问 除了中国大陆 有这么多自己的东西之外 还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你完全能够脱离 美国政府给你的这些软件 如果它都不让你用了 你怎么办 我感觉日本好像在比如说那些自己的东西上可能会发展的好一些 比如说他们自己有LINE 他们自己有那些自己的平台啊什么的 但是你比如说看视频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就是各方面发展的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东西也有自己的品牌也在世界上那个竞争力还蛮不错的 其他我不知道 对对对 就是说我是这么想啊 这件事情是一定是建立在日本它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 要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穷 穷到那种程度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抵抗住 你只能所有人都去用这个 当你所有人都去用这个的时候 他想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 是这样的吧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当然我同意它一定有一定的这个缺点 这是一定的 就是我们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缺乏了和全球这样的一个沟通 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说好处就是你看那个中国大陆13亿人 现在14亿人口嘛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 成果的发展互相的竞争 抖音就是说TikTok是怎么出来的呢 它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自己发展到那个程度 它现在开始对外倾销了 对不对 你美国人得用我的东西了 这就是我们的成果呀 只有我们能有这个环境去发展 发展自己的东西 我们才能创造新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知道 现在比如说中国外交部 对外发表很多言论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在国际上基本上就是静音的 我们说什么 别人不知道 因为西方掌握了话语权 就是说你说的东西 我可以让大家听不见 甚至说我可以掐头去尾 然后我让大家去误会你说的意思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是30年前的中国大陆 我们非常穷的时候 如果我们大规模的接受这些国外的这些软件的话 这个或者是网络的这个环境的话 只要他们天天在这个网络上对我们进行输出的话 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天呐我们生活在地狱 对不对 其实他只要骂你就可以了 你自己没有宣传渠道 你们政府说的话老百姓听不见 最后就变成说中国政府说一件什么事情 你们自己不知道 你都去看外国人在说什么 对吧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对 现在没有啊现在美国也有强 对对对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太弱小了 然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要求你遵守我的法律法规 你又不愿意 然后呢你又要就是有一百件事 可能有20件好事你都不会说的 你一定要去挑一百件里面好事里面那一件坏事 就他一定要这样说 那老百姓每天上网就是讲 哎呀这个我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我们这又发生什么了 我那又发生什么了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在那个微博上 很多时候会有谣言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比如说机构或者说警察局啊 他发那种辟谣的帖都没什么人看 对 那你如果我放到国际平台上的时候呢 你更没人看了 那完了我们活在地狱 哎呀那个怎么那个强压我们老百姓了啊 我们活的都那个不像人了真不做人了就是那些话 你怎么办呢 对到现在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弱现在我们不弱了 我们什么都有 你看现在那个拼多多跑到国外去了出海 然后之后抖音就是TikTok出海 就是我们很多软件都跑到外国去 因为我们比他们先进了 所以他们怕了 他也怕你弄这么一个舆论机器 我挡不住啊 比如说之前那个俄亥俄州那个爆炸那件事情 在TikTok上就能看见当地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在其他软件上就看不到 那你说你这样一个美国政府无法控制的东西 它怎么可能允许你存在呢 它一定要让你就是赶紧离开 要你你卖给我 要不然你就赶紧滚 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所以说那怎么到美国那里 美国就是自由民主 我们就是封建呢 我不太懂 是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件事情也可以就是印证在其他环节上 比如说美国这么多年来 这个也不卖你 那个也不卖你 我谢谢他不卖我们 现在我们周期弹道导弹 对不对 我们有那么多那个军事方面 比如说我们有东风 然后呢 我们那个炸列店和我们的那个歼20 我们什么都有了 如果当时他卖我们 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 我们就不会发展了 对吧 那就像说是因为你们当时你逼的我 我想跟你合作来着 你不愿意啊 你逼的我啊 你逼的我啊 你逼的我逼成这样 现在那个美国又不卖我们芯片了 你看我们就开始全力发展芯片了 因为在以前我们发展芯片发展不起来 因为国外的芯片卖给我们 那我们做那个芯片就没有那么好的话 它没有市场 那现在好了 那他们有市场 我们现在都注重买国产的东西 它可能这两年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但是未来呢 它很有可能 国内就完全可以自己自主的去制造这个芯片了 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不清楚您的那个观众这个受众的群体 大概是不是香港人居多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我是觉得有很多香港同胞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偏见 我是想这么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特别地狱的地方 然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我想请问 那中国是怎么成长为世界这个GDP第二 而且马上就要超越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体的 那如果说我们就这么不开放 这么不自由 那我想问问上海车展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来这呢 对吧 那我们都不自由了 为什么要来呢 是吧 而且我就希望就是说我们是同胞 我们是真的是同胞 这种同胞不是说 哎呦我要统战你 我要那个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真的 没准我们所上还认识呢 就是都是中国人 而且就是说香港回归了 澳门回归了 然后台湾还没有嘛 那香港和澳门 香港的话 那个大陆当时答应英国政府 就说50年不管 确实没管呀 对吧 你不能把你们今天自己的社会矛盾 怪到说大陆上 没管你呀 真的而不仅没管 而且就是因为大陆这样强力的支撑 它才有今天 它今天发展成这样 跟它产业结构有问题 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吧 它是需要慢慢被改变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老百姓就说 哎呀我觉得我这个生活不好 别怪中国大陆 我要是归英国人就好了 我想请问英国现在什么样了 英国舰艇都已经拆一辆补一辆了 嗯哼对 对啊他们又上了一个特拉斯 对 又上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宗纳克 对对对 对对 我想请问 今天如果英国政府统治香港 香港就比现在好吗 它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嗯 对对不对 然后我还想说 你知不知道那个中华人民命 共和国国歌第一句话是什么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嗯 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是不要做奴隶的人 你们要给英国人下跪 嗯哼 我们今天走的不是苏联的道路 也不是这个西方的道路 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 我们是有梦想的 我们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的 我们有中国梦的同胞是不是 我们一起站在世界这边 我们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这样一个地位 你说我要给英国人做狗 嗯 我要给英国人下跪 英国人是我老子 我真觉得我不能理解对不对 你不愿意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最好的人 我需要给别人做奴隶 嗯 我是非常不理解这样子的 而且我也承认就是说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问题 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确实有 但是我始终认为发展的问题 要和发展本身来解决 就是说现在我们还不够强 当可能1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 甚至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就我们随着慢慢的发展 很多问题是会被解决的 嗯 要知道我们5年计划 10年计划 嗯 这个是我们的优点 因为我们一直在计划 我们每一代每一代 每一代人都在做每一代人的事 我们一直在按照我们计划做事 比如说这个扶贫 你们了解过扶贫吗 你们知道那个中央政府 解决了多少这个贫困人口吗 你们知不知道 就帮助多少贫困人口脱贫吗 还有指数道理 就是10年前可能北京 还有沙尘暴的问题 这个就是那个木霾 现在还有吗 我就想问问这件事情 美国做得到吗 英国做得到吗 他们忙着党争的 那个奥巴马提的提案 我特朗普上来 我就把你否决掉 我特朗普做的提案 我拜登上来把你否决掉 你没有一件事能做得好 连铁路都不翻新 连一件事都做不成 不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方吗 所以我想觉得我们应该有自信 就我们比如说国家也一直在强调 说我们有民族自信 我们要有文化自信 我们确实应该有自信 我们五千年历史 我们一直是亚洲的第一大国 我们一直在世界上是有头有脸的 然后你今天说我们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自信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观点 好我听完了 我能问问题吗 可以可以可以 聊聊天聊聊天 我想说对于你的理解你的认知 你知道中国比如说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比如说会一直会改正啊什么的 你觉得那个在互联网上面的墙 会有一天退掉吗 好了那今集的节目去到这里就完了 下集回来我们会继续播放内容 不想等又或者想听原汁原味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回冲出来播个播放列表 找回2023年5月2日的直播看回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是记住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在这个平台 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这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